那我们先一起归一发心 请合掌 顾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修文法诸之良 威力有情顾愿大绝尘 那开始学习前 请调整好自己学法的动机 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 我们必须苏集苏集的成佛 那为了成佛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成佛的方法 那在听文学习的当下 我们应该避免听文的三种过失 以及要具备六想的方式 来做听文 好 那请翻开掌中解脱 第八十二页 好 那我们上次讲到前行的部分 在正式进入修法之前 那我们要做好前行 前行是非常重要的 那要修习道次第的前行 分为六个前行 那分别可以看到 七十七页 加行法 打扫住处 然后游场房 求诸共聚 第三个要升聚八法 那调整一乐 第四个要观想 这两天 第五个要做七支 满达供养 以及第六个正式 思维教授与自相去结合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 这个游场房 求诸共聚 端设共品的部分 那这个共品的来源 共品呢 它分两个部分 它必须要离开两种场房 一个是物品 它的来源的场房 以及说我们动机的场房 也就是物品 它的来源必须要清净 以及我们所供养的共品 我们在供养的时候 心态要清净 动机要清净 那这个共品呢 是不可以 以不正当的手段 去取得的 那就以出家人 所取得的共品呢 它也不可以 以物邪命的方式取得 那上次我们说到 什么是物邪命呢 翻过来可以看到 惨媚奉承 旁敲车击 真为伯农 巧取 额索 和乍线 为夷 那这些总和言之呢 也就是我们不应该 以不正当的心态 然后用巧取的手段 去取得这些共品 应该要一个很正直的一个方式 来去获得这些共品 那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部分 那接下来正式在做供养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态也要调整清净 那这边讲到说 要避免动机畅狂 也就是我们的心态 要清净 是指说在供养的时候呢 不可以掺杂 有下列的动机 那譬如说是什么呢 譬如说为了要求民啊 求利啊 然后为了要 这个 有排场啊 让人家这种 要获得人家的 这种赞叹啊 名文立养 那就好比 这个主公人物切他 所指出的那样 即便供三宝 异于他人间 就乃至说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供养的行为 让别人知道 让我们自己变得有名 让别人更尊重我们 如果也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去做供养的话呢 那实际上就是动机惨狂 动机不清净的 这样的供养 诸佛菩萨也是不会欢喜的 那要累积福报也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每次供养呢 如果说都流于求 求民求利啊 世间八法 想要得到人家的称赞啊 等等 稍微好些的 其动机也 不外乎是求长寿无病的 就是如果不是 为了要求得别人的恭敬力养啊 那可能也是为了要求 譬如说 无病啊 长寿啊 想要求这些现实的安乐啊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动机 都不算是很亲近的了 那例如在供养 牵身灾的时候呢 心里面想着不是基辅而是处民 譬如说到一些大寺院啊 供养千位的僧人啊 甚至说上万的千万的僧众啊 那这时候供养的心态呢 也是想说啊 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很有名啊 我供养了这么多出家人 我做了很多慈善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的话呢 其实本身是不是善业这一点 都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宾客要来到疗房里 便里外打扫 橙色的供品也比往日更为丰富 还献上共灯共香 让室内发出甜甜的香气 然后坐等贵客光临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呢 这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检查 因为有别人来 有人要来到我们的家里啊 或者说有贵客要来到我们家里 我们才把家里打扫干净啊 才把这个供品供养得很丰盛啊 这个心态是为了要讨好这些施主 讨好宾客呢 还是说我们是真的怀着一个 很真诚的心在做供养的 这我们自己要考虑清楚 所以这样的供养呢 很难说是利益大还是害大 有一天这个过去有个公案啊 格西奔公甲 他是嘎当开的一个祖师嘛 那听说有一位施主要前来拜会 那时候他听说有一个施主 要来到他家 他的住所 于是呢 他就把对三宝的供养 陈设的好好的 当他坐下来检查自己动机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他这么做呢 只是为了讨好施主的情面 和讲排场啊 看起来好像很盛大庄严 所以他发现他自己心态 不是很正确 他不是为了要做供养 而是说为了要讨好施主啊 于是他就站起来呢 在供品上撒了一把灰啊 他就讲说 比丘不应该造假 不应该为了世间疤风啊 明文利养 来做这些事情啊 于是他就把这个灰啊 撒在他原本陈设好供品的地方 然后这时候 在西藏 有一个印度的大成就者 他叫巴达巴桑业 据说他是达摩祖师 那 在定日上部 他在西藏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 那时候他在落佛 他就听说了这件事情 他就很高兴说 上帝所有的供养当中啊 奔公甲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位格西 高当派的格西啊 高当派的格西 奔公甲 他的供养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在世间八法的脸上 撒一把灰啊 那 这个世间八法 也就是 占预 占 别人占预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感到高兴 然后毁谤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高兴 然后我们得到供养 得到力养的时候呢 我们就高兴 然后 没得到的时候就不高兴 快乐的时候就高兴 痛苦的时候 不舒服的时候就不高兴 然后 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高兴 那 别人诋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高兴 所以 这种就是一个世间八法的一个 一个 样貌 就总是随着他人的眼光啊 他人的评价啊 那 活在这个世间上 那 活在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活着 其实是并不会快乐的 那 如果说在修行 甚至在 做供养的时候 或者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为了 为了让别人赞美 我们自己这样的心态 去做的话呢 那 实际上 他都不是真正 算是 清净的修行 也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所谓动机状况 所以这个赞叹 刚才讲的 帕兰 他赞叹 奔公甲大师 在贡品上面 撒了一把灰 实际上 我们外向上 看起来 他是在贡品上 撒灰 实际上 他是对于 他内心的烦恼 追求这种 世间民文 力量的心 世间八法的心 在这上面 撒了一把灰 就是把这个烦恼 给压服下去 所以 这个赞叹 并不是说 为了 奔公甲 所做的供养 而是为他 撒了这把灰 这个行为 他的心态 他对于 自己的内心 起心动念 观察的很细微 所以我们供养的动机 别说 不可为世间八法了 即使为了 独自 或者增上 生患 决定生意 是不可以的 不要说 你是为了 保好别人 为了世间八法的心态 来做供养 即使为了自己 想要获得一个 增上身 增上身的意思就是 得到善去的人生 那来生不要堕落 想要投生到天界 投生到人生 那这样的一个心态 去做供养 也是不可以的 或者说为了自己 想要获得决定胜 这个决定胜 决定胜的意思 就是佛陀的国位 那解脱的国位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 那这样子 也是不可以的 就是为了自己 而获得成佛陀的国位 这样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 应该尽力以 菩提心来设施 也就是为了要利益 所有的一切友情 利益一切友情 都能成佛 这样的一个心 来做供养 这个很重要 这样在供养的时候 动机很重要 动机清净了 才能够让我们的行为 变成清净 那动机正确了 我们所得的福报 就会很不一样 至于端言成色 有些人似乎 以为不需要如此讲究 对供品的形状和排列 十分随便 这样的态度 也是不正确的 就是虽然说 我们不是为了要讨好别人 把供品排射得很庄严 然后很规矩 虽然心态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正式供养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尽量 把它摆得庄严 供品的形状和排列 应可能的 尽可能的要美观 因为端言成色供品 是自己将来成佛 是所具好 像好的因 我们能够以 乐意看起来 很舒服的一个 这种供养 供品去做供养的话 那这也可以让我们将来 感得像好庄严的一个 像貌庄严的一个因 所以现供养的时候 我们也要亲手 尽可能的亲手去做供养 如果让弟子 或仆人带坐的话 自己不能得到 亲手供养的福报 当然交代别人去做 也是会有福报的 但是比起说 教别人做 自己也做 自做教他做 这个福报更大 所以即使是阿底侠尊哲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 这个年纪叠冒之时 罔顾双腿打站 这时候他年纪很大了 腿都在抖了 站都站不稳 他依然坚持自己在供水 别人说尊哲啊 你累了吧 我来帮你供吧 那尊哲就回答说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 你是否会跟我说 尊哲你累了 我帮你吃吧 而把我的食物吃掉呢 所以 这个阿底侠尊哲 是什么心态呢 这个就像我们在吃饭 这是一个 你必须自己做的事情 那供养也是如此 以前印度那些大法王 在做布施的时候啊 他不是让 这个大臣们去做 而是建造一座布施房 以堆放的所思的财物 国王坐在里面 亲自的做布施 因此 休息布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尽量能够自己 亲手去做奉献 亲手去做布施 这样的一个福报是不一样 所以关于供品 如果自己的饮食 十分充足的话呢 那食物的健行 应该选择最好的来供 也就是说 应该要取 最新 最新鲜的食物 来做供养 而不是选那些腐烂啊 腐烂的苏糕 枯黄的这个叶菜 来做供养 我们大多都将好的苏油 沾巴流给自己用 但是 把这个不好的部分啊 就拿去供面供灯 这样做就等于说 好像把自己的福报 都给扫光一样 所以 就是我们尽量供养的时候 毕竟 就像我们自己要吃 我们会把自己好的给我们 我们同样在做供养的时候 应该也要把最好的 拿去做供养 这样的福报才会越来越大 而不是损服啊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把一些就是 苏油啊 拿来做供灯啊 就是比较品质不好的 苏油拿来做供灯 其实这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供灯的时候 主要供养是灯 而不是供养苏油 所以其实这个苏油 它发霉了 然后变臭了 发臭了 但是 我们主要 如果是主要拿来供灯的话呢 那这样的一个苏油 还是可以的 就是让这个 这个灯能够点亮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 康华大师就指出说 这个 即使这个苏油已经变质了 还是可以拿来做供灯的 但是 心态不是说 我们拿这个不好的东西 拿来做供养 可是供灯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那有些 那有些离世专修的 就是他已经 舍弃 现世人 然后到山里面去 闭关修行的这些人了 他的 知彩比较匮乏嘛 那也不用因为说 自己没有钱供养 而感到沮丧啊 因为如果说 修这个 要闭关 修 道次第的话 那前面要做供养 他没有供品 怎么办呢 那如果有足够信心 供品 其实随处可得的 就如同阿底峡尊者 曾经说到 葬地所有的水 都具足八支 八功德水 因此在葬地 单供进水即可 也就是说 假如说 你在深山里面 闭关 一样很多东西 可以供养 只要是美好的这一切 干净的 美好的 你都可以拿来做供养 不管是 实摄异线啊 就是你实际的摆设啊 或者说你用心 你的用 用你的心去做观想 这都是可以供养的 包含说 在野外的 野花野草 曾经阿底峡尊者 来到西藏的时候 就说 假如说 印度也有这种 暴春花 就是可能是 西藏有一种花吧 那 那个阿底峡尊者呢 他也会用黄金 去买来做供养 也就是说 随处可得的 这些美好的事物呢 都可以拿来做供养 所以也不用想说 自己在山里面 修行啊 自去匮乏的情况 没有东西 可以供养 其实还是很多供养 即使是 即便是一个 很干净的水也都可以供养 那我们得不到 别的供品呢 单供 净水也是可以累积 很大的福报啊 那 八支的每一支 都能产生一种功德 也就是说 八功德水 我们刚才这边不是讲说 藏地的这个水 是很干净的吗 阿底峡尊者说 藏地水都具足 八种功德啊 那什么是八种功德呢 那泡泡大使说呢 按照他的大宝上师说法呢 如清蒋备样 在《巨舍论》当中 所讲到的 八种功德 分别是清凉啊 甘甜啊 甘美 清 柔 柔醇 无臭味 饮不伤侯味 具足八支水 那也就是说 他具足这八种功德 分别就是 供养这个水 他是清凉的水 那他可以让我们什么 戒律清净的功德 有让我们戒律清净的功德 供养甘美的水呢 能够让我们获得 圣位的功德 也就是 像佛陀有一个功德 是非圣献圣位 在《现观双严论》当中 有讲到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非圣献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很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恶臭的东西 但是佛陀 在佛陀的受用当中 在佛陀的 拿给佛陀去受用的时候 他就能够 变成很殊胜的味道 很甜美 很香的一个味道 也就是 过去佛陀 曾经有一个叫做 金枪马脉之报 过去佛陀 在阴地的时候 应该说 佛陀当时 在佛事的时候 有一次 那个 激光了 然后 佛陀僧众们 在结下 那 这时候就有人 答应要 供养这些僧众 但是他实在没有什么食物 所以他就把这个 给马吃 马吃的这些马脉 拿去供养僧众 因为他实在没有 没有供品 因为饥荒 没有食物 他就只能将 马的食物 去给 这个僧众们用 但是 一般我们吃到 一般其他僧众 吃到的就是 所谓的马脉 不是人吃的东西 但到了佛陀的手上 佛陀要受用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甘甜 那怎么知道 因为佛陀的侍者 阿难尊者 他就是佛陀没有吃完 他把它拿下来 拿一些给 阿难去尝 尝他的味道 发现 哇 这个是天楚妙供 就是到了佛陀手中 他就变得这么好的 变得这么好的味道 所以如果说 我们能够 供养甘美的水 那将来也可以 获得这样的一个功德 供清水 有能够使身心堪能的功德 也就是说 我们的身心呢 能够随着我们的自主 随心所依的去操控它 这就叫身心的堪能 供揉水 有心绪条柔的功德 所以这个水 它本身具备柔的功德 那同样我们供养 这个柔软的水 我们心绪也有条柔的功德 供养纯水 这个水如果很纯的话 那能够使我们神智亲民 那供养无臭味的水 能够有近脏的功德 供养不伤味的水 能够有身不伤己 这个下写错词了 水有身不伤己的功德 也就是不会生病 如果说这个水 它供养不伤味的水 那可以使我们不会生病 供养不伤活的水 能够使我们的声音 变得和雅 变得悦耳的声音 所以这个就是八功德水 供养 其实光是供养水 就可以让我们得到 这些种种的功德 所以供养水就足够 也不是说足够 就是即使没有其他供品的情况下 有水我们也可以供养水 起初住在瑟拉斯茅棚的时候 没有家具和日常用品 一瓶如洗 就连供水的碗都没有 当他需要供水的时候 他就只能将自己的饭碗洗干净 然后用它来盛水 然后拿去做供养 那他要吃饭的时候 他就只好跟三宝借回来他的碗 然后洗完以后再拿回去供水 所以一开始他在修行供养的时候 是这么贫困的 但是这个会让我们慢慢累积 慢慢慢慢你就会越来越多东西 可以供养的 那同样的供水是如此 那其他可以供养的东西 包含说夏季时盛开的鲜花 那上等的树木啊 水果啊 沉浸的清凉之水等等 都可以作为供养 包含说可以做 我们可以用观想的方式来做供养 那过去 康茅大师的大宝商人就说过 可以仿效这个 是WCP他的行词 供养之前呢 先念诵供养陀罗尼 供养陀罗尼 这是一个咒养 有点长 那他透过念诵这个咒养 能够使供品呢 借由咒力的方式 让它变成增长广大 无量无边 遍布虚空 就像云 这个供养的供品 遍布像 如云遍布虚空一般 它就是变成很广大的一个方式 来做供养 然后供养之后呢 再这个回向 用这以上根做回向 所以其实我们手中没有供品 没有关系 重要的 重点 重要的是要有信心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手边没有供品啊 其实周边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啊 周遭一切美好的事物啊 风景啊 然后 水啊 然后树木啊 花朵啊 这些都可以拿来做观想的供养 我们即使没办法直接变成 变成食物 变成 比如说我们取得食物来做供养 实际上的物品来做供养 但是我们 像可以用观想的方式 而且观想可以观想的无量无边 遍 遍满整个虚空 比如说看到 很美的景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观想 这个遍满虚空来做供养 供养一盏小灯 我们可以观想 遍满无量无边虚空的这样的一个灯 然后 水也都是如此 就是种种的这个供品 都是可以随着我们 用心里面观想的方式 来做供养 这样子 福报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人单单 也有人认为说 单单奉献一些水化 异想 供养就可以了 但是这边又不能做一个极端 就想说 既然观想供养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需要准备实际的供品了 然后就认为说 那就是我只要观想就好了 然后将实际的财务设法的困积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有钱 可以足够的钱去买贡品的时候 我们不去买 我想说我自己用观想的方式就好 然后就把这些钱想慢慢断的囤积啊 这种思想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觉得 我不想把钱花在买贡品上 我把钱存起来做其他的事情 那供养呢 我就不要实际上的做供养 我就用观想就好 这样的一个心态 其实是一种坚定的心态 所以这种思想会使他投身在恶鬼等恶趣当中 所以当我们有食物的时候 有实际上的物品的时候呢 还是把最好的挑出来做供养 那有些舍事专修的 在山里面闭关的这些出家人也会想说 我没有财物供养也无妨 那有道是呢 出家人当以修行供养为主 所以我只做修行供养就可以 从而一点也不做财物的供养 这种想法也会使他今后一生啊 今后每一生都没有东西可以供养 这个主要讲的是心态 虽然说供养当中呢 最好的供养是正行的供养 也修行的供养 就是你实际上去修行 去调伏自行的烦恼 这个供养虽然是最为殊胜的供养 但是如果说在供养的时候 心态是想说 我就做正行供养就好 实际上我不需要去准备 丝毫的这种实际的供品 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即使你已经有能力 有能力去做这个实物的供养 但是呢 你还是以一个坚定的心 像说我不需要去做呢 我就做正行供养就好 所有其他财物 我都一律不拿来做供养 有实际的物品 我也不拿来做供养 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导致 他今后每一生都没有东西可以用 会变得非常的贫穷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你不能有这个坚定的心 坚定的心会导致我们贫穷 那只有慷慨的心会让我们富有 当我们仅有指头大小的食物 和半吃共襄的时候 却能够仍然可以以前进的心 把它用于供养 就是即使你的供品 你现在眼前手边的供品 不是最顶级的 然后甚至说不是很多 但是你还是可以一个最虔诚的心 把它拿来供养 这样子我们福德呢 福报就会慢慢慢慢的增长 以一个很虔诚沉静的心 来做供养的时候 即使眼前的供品真的没有到很好 但主要都是我们的这个心态 你的心态如果正确的 那即使一点点微弱的供品呢 那他也可以累积我们的福报 那福报会越来越大 最终就能够奉献极大的供养 就像格西普琼娃 这个刚刚拍的主持人曾经说到说 他一开始供养的香是甘松 气味辛辣 就是这个气味比较辛辣的这种香 后来慢慢越供了 这个福报开始大起来的时候 就有四盒长香可以供养 气味就甘美了 现在供的是橙香 乳香等等气味相符 就是他供的香品质也是 从一开始比较糟的品质 然后越供越好 越供越好 所以这就是透过这样供养的过程 慢慢累积越来越多的福报 那福报大了 那当然你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 他就自然能够出现 自然能够显化 所以据说此事啊 就是普琼娃大师 每次供养一次香都需要花费 二十两黄金 就是他愿意把钱 投资在做供养上 就是这个供养是一个最好的投资 我们想说 供养了不是钱就花掉了吗 那应该会越来越贫穷 但是实际上过去祖师们不是这样 是越供你福报越大 得到的会越来越多 所以引到佛的三十二项之一 现观众教人讲到说 非圣行受为 就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祭奏 就是一个不好的味道 他依然能够在佛陀的受用当中 会变成一个最好的味道 这就是过去这种 做种种供养的福德 又有一些人说呢 我是有证悟的人啊 不低 当在修持中求 靠那些外相是不能成佛的 这对这表明他对佛法的理解极为困乏 想说那些 登地的菩萨尚且需要花千百万 以百币 千币的金节 做供养诸佛 何况你我之辈 就是有些人认为说 修行就是往内中 往内在求嘛 所以那些外相供养啊 然后我们去摆设供品啊 去做撒扫 都是不需要 这是多余的 其实帮我导师说 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佛法的理解是比较贫溃的 那因为过去即使是那些登地的菩萨们 他尚且要化身千百万亿啊 然后做种种的供养啊 做种种的人士啊 何况是我们 所以认真想想这个道理 我们应该就是应该用现在仅有的这个身体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供养 那再来这边讲到的就是供养的方式 譬如说以供水来讲 关于限供的具体方法呢 那这边因为会教说一些实作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平时去如何实行供养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以供水为例呢 稍作表述啊 必须将供杯子仔细的擦拭干净 首先供杯杯子要干净 你不能说很多这种污渍啊 那就拿来做供养 其实是这种脏的东西 我们自己都不会拿来用 我们为什么会拿去供养 所以供养的杯子容器应该要干净 然后将供杯一字排开 放在供桌上 这个供养的时候呢 不是说一开始直接叫你 比如说供水的时候 不是一开始直接把供杯排好在桌上 并不是这样 只是说供水的时候应该要把它 很整齐的排列在桌上 应当避免杯与杯之间的兼距过远 否则将会与上市分离 也就是我们在排供水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们譬如说 一般都是供七杯 或者是八杯水都可以 或者甚至更多都可以 总而言之 这个供杯一开始叠好 一叠一叠供杯 那第一杯上面 最上面的那个杯子 我们先倒一些水进去 不用倒满 先倒一些水进去 之后拿着第一个杯子 就是我拿着第一个杯子 倒到拿起来以后呢 倒到第二个杯子 然后把第二个杯子呢 应该说倒到那个第二个杯子里面 第一个杯子留一些水 放到供桌上 第一个排好了 同样的第二个杯子拿起来 再把大部分的水倒到第三个杯子 第二个杯子留一点水 摆在第一个杯子旁边 要摆整齐 那摆杯与杯之间的距离呢 不要太远 不然会表示着将来与上师 与上师师分离的一个缘起 所以不要摆太远 大概一个麦子 一厘米的一个距离 那也应当要避免两杯相处 在摆放的时候呢 也尽量避免这个杯子 杯子之间相碰出到 发出声音 否则会导致我们 两杯相处 就是不要摆得太近 也不要摆得太远 太远会与上师师分离 摆得太近 两个碰触在一起呢 会使我们变成顿根 就是变得鱼痴 然后贡献的时候呢 如果发出声响 就是杯子跟杯子之间 发出声响 也会有一个导致疯狂的 发疯的一个缘起 然后也不应该 也应该要避免说 不要将空的杯子 放在工作上 也会因为空的杯子 就表示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如果以空杯 空的容器供氧的话呢 会有一个 凝困的缘 凝困让我们贫乏的 一个缘起 所以会减少我们的福德 所以在排列之前呢 应该先将 供杯跌成一碟 就我们刚才讲的 跌成一碟 往最上面的碗里面 在这个杯子里面 注入少量的水 然后并念诵 三个种子之 Om Ah Hom 三个种子之 做加持 Om Ah Hom 分别就是 Om是净化 色味的过失 R呢 是令转化成甘露 然后Om是令 广大增长 所以透由 Om Ah Hom 三个字 去加持这个供水 让它净化着 它的颜色 它的味道的 种种的过失 另外净化这个水的过失 然后R的时候呢 让它变成甘露水 然后Om的时候呢 让它变成增长广大 随后就倒少许的水 到下面一个杯子 再放到工作上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个杯子呢 倒了水 到第二个杯子以后 留一些水 到第一个杯子 放在工作上 第二个杯子 一样的 倒了水 到第三个杯子 然后第二个杯子 留一点水 再放到第一个杯子的旁边 然后第三个杯子 一样重复上面的动作 倒到第四个杯子 把第三个杯子 留一些水 放到第二个杯子旁边 然后依序的排放 一致排开 一致排开 是这时候排开 不是一开始空杯子 就一致排开 不能将空的容器 放在工作上 这会有一个不好 会让我们贫困的缘起 所以每个杯子 都要至少放一些水 这样子先排好 然后不要摆得太近 也不要摆得太远 大概一厘米 一个麦子的距离 那摆放的时候 不要发出声音 否则会有发疯的缘起 那摆太远会远离 甚至是摆太近 会变得愚钝 所以就是有种种的一个 这个恶药在当中 就是摆放的时候 我们要很专注 不要很随意 那接下来呢 一次重复 刚才整个过程 把七个杯子 八个杯子都放好以后 到直至到所有的杯子 都排列在工作上 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一个杯子是空的了 因为我们从第一杯 一直往下倒 所以只要放在工作上的水 都是有水的杯子 只是说水还没注满 我们到时候才要开始注水 等到杯子都排好了 我们开始要供水了 在限供注水的时候 就开始倒水上去的时候呢 如果单用一只手来做 是不供敬的 就好比说我们要 尘世这些大人物的时候 我们问他倒茶倒水 我们不会一只手倒 不滚到时候会不小心撒出来 所以你要双手哄着这个骨子去倒 那应该就像一位 喂一位大王进茶一样 那注水的时候呢 水流的变化应该像麦子一样 两边细中间粗 就到水的时候呢 水也不是说 一开始就很大力 应该是细细的 然后中间水变粗一点 水柱变粗 然后慢慢收尾的时候 要再变细 然后这样收起来 所以如果水太多溢出被外 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呢 这个力道没控制好 到到到太多 水溢出来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破戒的缘起 所以反之呢 如果水太少 就是水太多 会有破戒的缘起 水不够 比如说才一个杯子 才倒了半杯 就这样子收起来了 就不供了 那这个也会使我们福报损减 所以水线呢 就倒的那个水线量要多少呢 大概低于杯口 一粒麦子的一个距离 就是离杯口要一粒麦子的距离 这个是供水的部分 所以供水其实有很多这个 很多恶药在里面 很多关键 也就是供的时候尽量避免空杯 然后放上去的时候呢 尽量这个距离不要太远 也不要太近 然后不要发出声音 那倒水的时候呢 开始细 中间粗 后面细 那水量呢 不要倒出来 倒出来会有破戒缘起 那太低的话有福报损减的缘起 那 所以水量尽量就到一个麦子的一个高度 就是离杯口一个麦子的距离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最最标准的供水方式 那同样收水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是一杯 收水的时候呢 那个从最后面开始 一开始供的时候 第一杯往前排 把一次排开七个杯子 收的时候从后面往前收 那把第七个杯子拿起来 倒到湖子里 那就不要再把空杯放回工作上来 我们就放到旁边的桌子 然后如是依序的把这个所有供杯 都倒到湖子里以后 我们把杯子擦干净 再把这个杯子啊 空杯倒盖在这个供桌上 倒盖在供桌上 那我们尽量倒完的水杯呢 把它擦干会比较好 这是供水的方式 那虽然说供水有很多要求 但是这也是 就是让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 心能够很沉静很专注 而不是随随便便 那我们能够以最好的心态 最专注的一个状态供养 我们就可以累积最大的福报 所以至于树油灯 供水是如此 树油灯呢 应该要十分明亮才是 就是供养这个灯尽量要明亮 因为这是供灯嘛 供灯可以表示什么 灯能够照亮黑暗 也就是既由供灯 增长我们的智慧光明 能够照出我们鱼翅的黑暗 所以这是一种光明的供养 那帕帕帕大师说呢 作为一个长寿的元气 供灯应该要烧得尽量越久越好 也就是说以前是供输油灯嘛 现在已经变成电子灯了 那过去输油灯的时候 这个输油呢 它尽量它 它那个灯柱啊 只要油没有烧完 它这个灯柱都会持续烧的 所以它就定期去补这个油 它可以一直让这个油 这个灯持续的少 那这就会有一个长寿的元气 如果说我们要长寿的话 那可以在供灯的时候 尽量供得越久越好 那鲜花等其他供品的方法呢 就是照此类推啊 就是鲜花当然是要以最鲜艳 然后新鲜的这个为主啊 那来做供养 那经中说每一种供品都有四种功德 这个是这个三叶 叶报差别镜 叶报差别镜当中都有 都有讲到说 这个每一个供养 它都有不同的功德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叶报差别镜 当中都有说到 那总而言之呢 以上这边所讲到的 就是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 应该要尽量 这个供养供品的来源 要清净 我们要离开两种欺狂 物品的欺狂 以及动机的欺狂 动物品来源必须要清净 那不可以是说 透有造物的方式 去取得这些供品 那以及说出家人 所得到的供品 应该要避免五种邪命 邪命的方式 不当的手段 去取得的供品 那供养的时候 我们心态应该要清净 那不可以 不可以是为了求得 名文利养的方式 去做供养 应该要最上 最上是以大乘的发心 来做供养 那正是在供养的时候 其实供养的方式 有很多种 有可以实际上 设计的方式 做供养 也可以用观想的方式 但是不可以 因为说 可以用心里面去观想 而就不做了 实际上的供品 那实际上 在做供养的时候 你也尽量要 这个专因制成 那以一个最好的状态 来做供养 那特别在供水的时候 有很多的要求 这我们刚才都讲过了 那再来就进入第三个部分 这个第一个 我们把环境把扫干净了 那佛像 佛像生与异象都已经摆设好 那供品都弄好了 供品都供好了 那我们正式在 坐在 坐在 普团上面 开始要去做 实修了 也就是我们 开始要思维 道次第 要去尽心做冥想 那这时候要怎么做呢 就讲到第三个 加行的部分 身具八法 随以 或随以 威仪坐 安乐坐 从书圣善行中 修归义发行 再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很好的姿态 在实修的时候 我们坐在普团上 坐在 坐在这个 拜殿上 那我们要有一个 很好的姿态 然后 调整好我们的心态 那这个姿态是怎么样 要身具八法 那这个八法 我们待会讲 修法的坐直 坐直呢 就是修法这个坐垫 首先 我们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座位上 座位上 这个座位呢 它应该 如果是盘坐的话呢 那盘坐的话 尽量把后面垫高 就是这个 这个拜殿 这个 这个坐垫 普团呢 是后面高 前面低 这个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 在密法当中 有殊胜的官药 恶药在其中 可以防止 我们因为久坐 导致臀部疼痛 等等的问题 所以后面高 前面低 那在座位的下方呢 我们应该以白粉 画一个右旋万字 如果是真的 闭关修行的人 那就是 这个每天固定 有四座上座修行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在 他座位下面 用一个 用这个 白板笔啊 那去 去这个画一个 右旋的万字形 那此万字呢 表示 结膜 金刚也就是 兼顾 恒场的意思 那 过去佛陀在 金刚 金刚做成佛的时候 也是如此的 就是目的是提醒 我们在大师佛陀 大师佛陀在 金刚做成佛的 那段历史啊 也让自己有 这个修持 兼顾之意 也就是说 使我们的 这个修行 做上去的 这个时间 能够长久 兼顾的意思 兼顽的意思 真正的结膜 金刚是 本尊的标志 本尊的法器 我们是不可以 跨越的 所以说 用万字来做代替 所以我们这边 画一个万字 来代替 这个金刚的意思 金刚就是 兼顾 无坚不摧的意思 就使我们的修行 能够恒场 兼顾 稳定 的缘起 然后铺设 百节草和吉祥草 那这个 也可以铺一些吉祥草 在下面 然后草跟草之间 不要杂乱 草间向前 也是为了要意念 大师佛陀在这种 草间向成佛的传记 过去佛陀 也是这么做的 那一方面草呢 它这个有 有除惠的作用 另外经典当中 说到百节草 能够征兽 所以用百节草 作为作店 有增长寿命的 一个功效 那吉祥草呢 它有 吉祥尽且善 吉祥草能够取 能够除 除惠 它是能 就像过去 在西藏也好 印度也好 他们会拿这个吉祥草 它做成扫把 来扫地 所以 它就是 一种除惠的源起 净除这些污秽的源起 所以在印度啊 当阿瑟里遭受惠气 侵染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花一天时间 躺在吉祥草的院子当中 所以因此 铺设吉祥草 有禁除障毁 禁除内外障碍的 一个源起功用 那接下来 这个座位摆好了 我们已经刚才讲了 说座位要怎么摆 下面画个万字 然后铺上吉祥草 或摆结草 铺好以后呢 我们上面放一个谱团 我们正式坐上去了 坐上去的时候 身具八法 要以一个很好的姿态 那这个八法 是哪八法 也就是毕如七法之上 再加上数习观 总共八法 就如同 雕温萨巴大师说到的 那 左手腰为三 唇齿舌和四 头眼奸齐士及毕如八法 那 这边就讲到了八个 哪一个 主 讲的是我们的脚 脚如果能够双盘就双盘 不能双盘就是半盘 那 要不然就是 这个半家 半家福 也就是 应该说菩萨家福坐姿 你将脚 左脚 左脚靠内 右脚靠外 我们现在如果是盘坐 左脚在外 左脚在内 右脚在外 左脚脚跟顶住自己的会音 右脚 右脚跟放在 应该说右脚脚跟呢 这个贴在 左脚脚踝的部分 这个是菩萨家福坐姿 那 你要嘛就是双盘 如果可以双盘 就是左脚在内 右脚在外 这样的一个双盘 那不然单盘 也就是 单只脚靠上 也可以 总而言之 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 来去做 没有绝对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 金刚家福 但是如果没办法的话 就是双盘是最好 如果没办法 那你就先从半家福 要不然就是用菩萨家福的坐姿 也就是双手 双脚不用 不用放在 不用一只放在一只上面 你就是左脚 靠在自己的会音处 右脚靠在左脚外面 这样就行了 这是足部的部分 就是脚的部分 手呢 就是能够双手结定印 双手结定印的话 就是指说 我们放掌 双手放掌 在这个腿上 然后 这个大拇指 大拇指相顶 大拇指相顶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那大拇指相顶 放在这个肚脐前 前方 这个是放掌 这下面都有解释 我们往后看好了 我们的双足 应该结金刚家福 但在尚未修习密法 圆满次第的阶段 做菩萨家福 或半家福都可以 也就是一开始 做不到金刚家福 最好的时候 如果将来要修习 圆满次第密法的部分的话 那能够双盘是最好 如果做不到双盘 你就是菩萨家福 或者说半家福 都可以的 那再来手的部分呢 你要结定印 就是放掌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大拇指相顶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 大拇指相顶 放在肚脐前面 那再来 这是手的部分 再来腰的部分呢 应该要挺直 各脊椎骨 应该要如同 铜前上下 重点一般垂直的意思 那为什么身体要垂直呢 因为这个 我们心要正的话 心如何正 心跟气 它是一体的 所以心 心要如何正 我们气正的心 自然会正 气螺正 就要依赖我们的气脉正 我们这个脉 脉要正 身体的脉要正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就要比直 就要保持垂直的状态 身体拉直了 那它这个脉就会直了 脉直了 身体的这个经络 经络就直了 经络直了 气就会顺 气顺了 那心就正了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关联性 所以大师这边解释到说 身直 脉直 脉直的话 风就直 气就直 这样一来呢 就会提升心的开能性 心要能够专注 就藉由这样子一个 这个心风不恶的一种 修行方式 也就是 用这种身体的 身体的这种观要 身体的这个恶要修行方式 使我们的心自然能够导正 那再来讲到的 这个是诸所腰为三的部分 再来是唇齿舌合适 那唇是什么呢 唇 牙齿和嘴唇 不要故意避容或张开 要保持自然 自然 自然就可以了 轻松的避住就行 那舌尖抵住上额 舌尖 舌顶上额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口干的毛病 同样也防止说 在入定时滴口水等等 那有些重重点在里面 那头 头呢 应该要有点 浅倾 也就是说 我们要收下巴 简单来讲就是收下巴 收下巴 这个头就会 有点浅倾的感觉 下巴稍微内缩 略底猴结 眼观鼻端 所以说头眼尖息事 头眼 头 下巴内缩 眼睛看着鼻子 鼻端 肩 双肩要自然平放 那再来就是呼吸 所以实际上呢 指眼见 这个说眼观鼻端 是指说眼睛能够看到 鼻子的两侧就好 不用说很大力的 一定要看着自己的鼻端 只要能够看着两侧 这样轻轻看着两侧 然后眼睛围避 这样就好了 这个有一段沉默 与调局的一个官要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眼 眼观鼻侧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调局啊 然后还有这个眼睛不要闭起来 这样就会有这种 断除沉默的一个作用 所以有人在修订的时候 是闭目而出 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就以南传的一个做法 南传他们 在修订的时候 他们教的是 要把眼睛闭起来 但是在我 在藏传的一个教授当中呢 在修订的时候 尽量避免把眼睛闭起来 因为闭起来 虽然说闭起来 好像比较容易专注 但是也很容易沉默 那眼睛完全睁开 往前看呢 就会容易掉局 所以做到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也不要全开 眼睛半臂 然后看着自己的鼻端两侧 这样就行了半臂 不要全臂 也不要睁太开 看着前方 所以就是看着自己的鼻端 那就是这样 这样子做的 就比较容易专注 那其他中派人呢 说上根者应该要关虚空 做法身关灯 但在本派当中不这么做 那二间要保持水平 也就是说 在其他教派当中 可能说 有些人说要往上看 做法身关灯的 但是在 这格鲁派当中呢 不用这么做的 那两 双肩保持水平 不可一高一低 这个就是所谓的 屁股七法 所以属手要为三 三个部分 那存此舌核四 猴眼兼洗四 即毕如七法 毕如八法 这边最后又加了这个 鼻息法 在毕如七之之上呢 又加了 鼻息法 这个鼻息法是 可做可不做 也就是看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 如果说 自己的心很浮躁 很散乱的话呢 那就要藉由属习官 让我们这个心平静下来 那如果说 一开始在坐上的时候呢 就心就很平静的话 那就不需要做这个属习法 就毕如七法 就可以了 毕如七之就可以 如果心很散乱 很浮躁 那你就可以做属习官 加起来就是毕如八法 好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别将来修洗圆满次第 秘法当中 圆满次第的一个修行恶药 但是这边 因为是险教的关系 就不方便说了 所以这些生官药的重要性呢 就如同 罗赞 马尔巴 马尔巴尊者 马尔巴尊者 密尔巴尊者的上师 他说的 仅我马尔巴义师的做法 总及葬立 其修法亦难以辟跌 也就是说 照这种毕如七法 毕如七之八法的 八之的这种做法 即使将葬立 所有一切修法 集结起来 都不及 他这样的一个 毕如七之的修行 那毕如所指的就是 毕如遮纳佛 那毕如遮纳佛代表的 就是清净色运 就是五运当中 色运的部分 他是净化的这个 净分所显现的本尊 所以呢 称之为 称这样的一个坐姿 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能够净化 你的身心 称之为毕如 毕如七法 是从这方面方面来说的 好 那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那总而言之 我们刚才讲到的 供养的时候呢 避免掉 这种身心 就是物品 以及内外的 外在的物品的七狂 以及内在心里面 动机的一个七狂 然后供养的时候 我们要专一制成 然后以最好的方式 来做供养 那供养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 到座上要修行的时候呢 要把自己这个 闭关修行的这个谱团 摆设好 座位摆设好 那如果说正式确定 譬如说我这个月 要做这样的一个闭关 到此地修行的闭关 那我们就 把一个位置固定好 这个位置固定好 以后就不要再动了 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家里 或是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闭关 专修的一个道场 这是我专修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就在那个位置 下方画好一个 右选的万字 然后上面铺好 这个吉祥草 再摆上谱团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直到我们 我们出关之前 这个位置都不要动 就摆好 然后坐上去以后 就以一个 譬如七支 譬如说一天规划好 哪一个时段 我正式上座 那我们就上去以后呢 那就是 以这样的一个坐姿 维持这样的一个坐姿 来做观修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譬如七支 那这个 从我们的脚 手 腰 然后 唇齿舌合四 也就是 我们的嘴唇 要怎么放 牙齿怎么放 舌头 舌顶上额 下巴内缩 头眼间隙 什么 眼睛要看哪里 肩膀要怎么放 然后最后呢 观察一下 自己心里面的状态 需不需要做熟习观 是不是很浮躁 很散乱 那 在 如果有需要 那就来做熟习观 那熟习观 我们下次再来说 好 那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 我们最后一起回向 请和长 愿此书胜功德 回向 法界有情 禁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